關注事件的山東獨立評論人士張恆佳告訴本臺 其實中國的物脈其實本質上來說還是中國的權利的東西 因為中國的權利造成不講科學 執法 犯法甚至於不作為 其實中國在發展當中 在世界發展當中肯定也都會遇到過這個瓶頸 經濟沒有大規模的轉型的情況下 主要的還是依靠這種資源消耗來獲取GDP的增長值的 或者是這樣一個節點都會造成一定的污染 除了霧霾外 中國的兒童還面臨著濫用抗生素的危害 上月 復旦大學的一項研究表明 長三角地區兒童體內普遍含受用抗生素主要通過污染水及食物進入體內 對此 民間工藝團體食品藥品安全倡導聯盟成員河南律師基萊松告訴本臺 非常嚴重 因為我老家是在農村 農村的有養豬的 有養雞的 那普遍都用這種食料 食料裡就含有這種抗生素 這個雞和豬都不得病 一個雞然後四十五天都能 豬那就是三四個月就能出籠 所以這個經濟效益很可觀 大陸的政府往往為了所謂的經濟效益 為了追求GDP 為了證據 不怎麼管理呢 就不管生產豬食料 雞食料的這個廠商 還是養豬戶 這個養豬戶 也不做什麼檢查啊 如果按照中國出口的這種食品的標準的話 這方面就有很大的改觀 自由亞洲電臺 特約記者 新領採訪報導